季月清风不外如是 可惜这样的人竟生长到了谢府 梅尚苏曾叹息 萧景锐生错了地方 他这样的人不应该生在谢府 多年以后我读《狼牙榜》原著时 深深感受到这声叹息里既有无奈 也有对这个年轻人的心疼 在梅尚苏的谋划里 萧景锐是一颗无辜的棋子 然而选择这样的棋子 梅尚苏的内心却无比纠结 因为萧景锐是那样的纯粹和美好 即便是梅尚苏也自叹不如 为人纯善的萧景锐 不知不觉中被命运推上棋子位置 原本他可以不被击打得太惨 严玉金曾劝过他和梅尚苏做朋友 不要过于热辣了 免得将来吃亏受伤 因为梅尚苏和他们是不一样的人 可当萧景锐渐渐明白 梅尚苏与他为友相伴入京 还有客居他家都不那么简单后 依然凭着初心相待 直到狂风骤雨袭来 经历残酷的绅士动荡 所有的平静和幸福戛然而至 他才猛然惊醒 自己的命运已被梅尚苏拨弄到天般地府 所有的巨变都会带来重大的摧毁 在梅尚苏策划的这场巨变里 摧毁的不仅是整个谢府 还有他和萧景锐的这段友情 拼力维护 梅尚苏狼牙榜首江左梅狼 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 尽管明动天下可谁都知道 梅尚苏素来低调 见过他面的人不多 而萧景锐母亲是皇帝之妹丽阳长公主 父亲是朝廷住时的谢侯爷 他自己被皇帝赐国姓萧 并按皇子辈取名井 因为绅士原因 他这个两姓之子在京城贵公子圈中算是风头最盛 但论个人他却最低调 他待人宽厚为人温雅 属于难得的谦谦君子 对于仕途也无过多追求 只希望可以不问正事与山水相伴 梅尚苏与萧景锐因一支寒梅而相识 之后为照顾梅尚苏养病 萧景锐邀其客居京城自己的家中 梅尚苏的身份很快被人识破 随即便迎来了皇后的召见 皇后和豫王是母子 豫王又正与太子争处 皇后要见梅尚苏 不过是他麒麟才子的名头 其意图不言自明 梅尚苏是自己的客人 更是自己的好友 萧景锐不愿意看到朋友为难 一向谦顺温和的他 极言吏色地回绝了谢臂的拉拢 你在邀请苏兄来金陵时 心里究竟做何打算我不管 我只知道我请他来是修养身体的 外界纷扰一概与他无关 萧景锐态度强硬分毫不让 豫王也好 太子也罢 你要选择什么样的立场 你要偏向谁 那是你自己的事 父亲都不管你 我更加不管 可苏兄是局外人 就算他手握天下第一大帮 是个可以倚重的奇才 你也不能完全不问他的意思 就虚言相邀 玩弄一些小手段来破他卷入纷争 即便苏兄只是个陌生人 你这种做法都有为做人应有的品行 更何况我们这一路相处 好歹也应该有点感情了吧 其实以梅长苏的能力 他不愿意做的事 就是真的见了皇后 也未必不能应付 梅长苏去见皇后一面 不会有什么损失 对于谢家也只会有利 如果不去见 并因此得罪了皇后 对于谢家只会有害 萧景瑞也未必不明白这些 在厉害关系和朋友为难相冲突时 他选择了维护朋友 萧景瑞也未必不明白这些 在厉害关系和朋友为难相冲突时 他选择了维护朋友 有没有能力是梅长苏的事 但维护朋友不让他陷入两难 则是自己的责任 他与梅长苏相交 从来不是因为他的名头 也不是因为他的能力 而是因为真心 他不管梅长苏怎么想 反正自己真心要这样做 因为珍惜才如此谨慎 去拼力维护 他虽待人亲切 但对于友情 对于做人的品德 他有自己坚持的原则 而这原则就是他的真诚 坦诚不宜 梅长苏来京城的墓地 萧景瑞从来没有怀疑 始终待他如初 一片炙热 闫玉金提醒他 苏兄的心深不见底 劝他看待梅长苏时 只是萍水相逢 并无深交的朋友 甚至连梅长苏也劝他 做人不要太心识 要学炎玉金洒脱点 你自然是好的 我也希望能一直和你这样相处 但你生性重情 将来难免为此所累 我们不过提前为你担心罢了 但萧景瑞依然顾我 直到风雨遇来 在那个雪落之夜 他才明白 一切都已悄悄发生变化 一切真的可能 还是原来那样吗 萧景瑞站起来 回头凝望着梅长苏的眼睛 我不想知道父亲 为什么要杀你 我只想知道 你为什么要卷进金陵城 这个漩涡中来 你本是我最羡慕的 那类江湖人 无拘无束 自由自在 这段话看似是 他在责问 但其实是不舍 在这场纷争里 有人要站队 要站什么队 他都不关心 就像父亲要杀他 他不会追究是父亲的错 还是他的错 他只是舍不得 既已卷入纷争 就难免不和自己的父亲对立 这样一来 就意味着他们的关系 再也不会像从前一样 他多么希望 他们能回到从前 他仰慕他才华卓绝 他以为他和自己志趣相投 也不为名利所累 肖景瑞看不清 他也不想看情 他试图劝梅长苏 放弃卷入纷争 重新做回自由自在的人 可这个世上 哪有完全自由自在的人呢 只要一个人有感情 有欲望 他就永远不可能是自由自在的 血液之后 风云层层变换 很多人对梅长苏 在态度上都发生了变化 唯有肖景瑞是例外 无论他露出多少争容 无论他翻弄出多少风云 那年轻人与他相交为友的初衷 竟是从未曾有丝毫的改变 肖景瑞彻底不在意迷局了 对于梅长苏和父亲的对立 他不关心立场和对错 他的态度看起来平和而有忧伤 他仍然对苏兄坦诚不已 苏兄问他什么 他都拒时而打 他从没有想过 或许苏兄另有目的和用意 他不想反抗父亲 也不想改变梅长苏 更不想放弃和梅长苏的友情 于是他就用自己的方式 教他自己的朋友 梅长苏和谢玉的对立 说明他们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但他们的选择里 显然没有顾及到肖景瑞 可肖景瑞的选择里 却显然没有放弃他们 无怨无恨 既然是棋子 那就注定了要被舍弃 棋子被舍弃的那一天 也是棋子被迫经历命运打击 最残忍的时刻 肖景瑞的生日会 因为梅长苏的要来 他的重视程度翻了几倍 并且怕搅扰晚宴的雅致肃淡 还提前打发了自己的酒肉朋友 苏兄能来参加生日会 他感到意外和高兴 他心里暗暗地准备 要尽自己所能 护到苏兄周全 然而这唯一一次 有梅长苏的生日宴 竟成了他此生最大的痛 一切都天翻地覆了 他爱着的又爱着他的 他的两家父母 那一群兄弟姐妹 他二十多年来所拥有的一切 突然都只是幻影和泡沫 所有的摧毁都离不开 那个助推手梅长苏 他终于明白 苏兄只能是苏先生 命运何等残酷 仅仅旦夕之间 周围已人是全非 既然一切都变了 不愿意变的萧锦锐 又如何不变 梅长苏问他 锦锐 你为什么不恨我 我能恨你什么呢 我母亲的过往 不是你造成的 我的出生不是你安排的 邂逅的那些不义之举 都是他自己所为 并非由你怂恿策划 你我都明白 其实让我觉得无比痛苦的 说到底 还是那个真相本身 而不是揭开真相的那只手 他虽然难过 但是对别人的选择 他无法强求 人总有取舍 别人取了自己重要的东西 而舍弃了他 他能恨别人的选择吗 再说他那样的绅士 终有一天会被掀开 就算不是梅长苏 也会是别人 所谓命运如此 怨不得别人 至于诚心被辜负 其实也没什么好后悔的 他本就没有指望什么 只是因为他想要这样做 这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看来言语金说得对 他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他们之间有太多的不对等 缺乏作为朋友的基础 但他们之间并没有血海深仇 只不过添了一些心结 所以目前阶段 无恨无悔 已经是他们最好的结局了 虽然两人已走到这一步 但他们之间的情意没有断 梅长苏前来为肖景锐送行 其实是出于担忧 他担心自己毁了他的赤诚之心 毁了这个孩子的美好 但这时候的肖景锐已经释怀了 他没有被重创压垮 变得一蹶不振 也没有被仇恨夺走初心 他的美好完整无损 梅长苏辜负了他的情意 但他没有辜负梅长苏的期望 他在最后还是保留了 对梅长苏的情意 这还是他的选择 梅长苏曾感慨 如果天下的人都像肖景锐这样 那么这个世间也许可以美好许多 为了匡复正义 为了不让天下落入丑恶的人手中 为了维护世间更多的美好 他无法避免不伤及无辜 但凡还有其他的选择 他不会忍痛牺牲肖景锐 再者有些事情看似平静 实则隐患很大 如果不是梅长苏 狠心摘掉肖景锐和谢玉的关系 只怕将来肖景锐被谢玉连累得更多 所以有些事情看似是坏事 实际上也是好事 肖景锐经此一难后 虽然变得成熟通透 但他的赤诚和初心没有变 他依然选择了美好 我想他今后的路 一定会比之前明朗 获取幸福的机会也会更多 台湾作家黄于阳在路过里写 聚散离合终有时 历来烟雨不由人 生命的来来往往 聚散离合都是世间的常态 于肖景锐和梅长苏而言 虽然可惜了一段温暖的时光 但经过岁月的沉淀后 也许他们会发现 他们的很多选择都是对的 对于聚外的我们而言 我相信每个人的初心都是美好的 都该值得被珍惜和期待 只是在面对世事无常时 对于怎样安放自己的初心 怎样做出最好的选择 这的确是个很重要的课题 但不管怎么选择 我们都应先好好想想 我们最初想要活成什么样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